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最近有一位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提问 他问,廖老师,负责、承担和负担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应该怎么使用呢?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三个词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来给你一个情景 请你想象你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 你是这个部门的manager,部门经理 你现在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 可是你当然不能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 所以你要把这些任务,把这些工作分配给 你部门当中的其他同事 现在我们要分配工作了 假设你的一位同事,他姓王 我们称呼他小王 我们把小王叫进办公室 然后对他说 请大家填空 小王,这份工作由你来什么? 你可以说,这份工作由你来做 这份工作由你来完成 我们还可以说,这份工作由你来负责 请大家注意负责这个词 负有负担的意思 就是把什么东西背在背上 就叫做负 责呢?责任 我把什么背在背上? 我把责任背在背上 这个工作现在是我的了 我要全权负责这份工作 刚才你学会了一个句型 这份工作由谁来负责 其实就是说 这份工作由谁来做 由谁来完成的意思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作的分配 什么工作由谁来负责 可是如果工作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经理很可能就会问 这份工作是谁在? 填空 这份工作是谁在做? 你也可以说 这份工作是谁在负责 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负责一项工作的人 叫做负责人 谁是这项工作的负责人? 谁在负责这个工作? 谁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谁在负责管理这个部门? 比如经理 经理其实也可以叫做 部门的负责人 谁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谁在负责管理这家公司? 负责人 负责这个词的后面 通常加的是工作或者任务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你们公司负责什么工作? 你可以回答 我在我们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我在我们公司负负责管理方面的工作 我在我们公司负责设计方面的工作 负责这个词 你学会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承担这个词 比如很多年轻人都想自己创业 什么叫创业呢? 就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但其实创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想创业 必须要想好三件事情 第一 你要承担风险 第二 你要承担责任 第三 你要承担后果 如果你想学会承担这个词 那么一定要学会承担的三个固定的搭配 第一个是承担风险 比如想开公司就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可是这些资金 也就是钱投进去之后 到底公司能不能赚钱呢? 这不是件确定的事情 它是有风险的 你是有失败的风险的 所以要承担风险 想要创业要承担的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承担责任 当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员工的时候 承担的责任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 我只需要负责我自己的工作 只要承担我工作内的责任就可以了 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 作为管理者 他要承担的责任就多得多 比如要考虑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推广 公司的管理 公司的财务 员工的福利 还有公司大楼的安全设施 等等等等 如果你想创业 这些工作都需要承担责任 创业要承担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承担后果 什么叫后果 其实就是指一件事情不好的结果 创业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 财力 人力 可如果创业没有成功呢 创业失败了呢 所以要想创业就得准备好 承担失败的后果 现在我们来帮大家快速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对比一下负责和承担 负责的后面通常加的是工作 负责什么工作 而承担这个词的后面可以加 承担责任 承担风险 承担后果 现在我们来看负担这个词 假设这里有一家人 有爸爸妈妈和孩子 一家人的生活要花很多钱 会产生很多的生活开支 生活开支其实就是指生活的费用 如果这家人是爸爸妈妈 两个人都工作 我们可以说是夫妻两个人 来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开支 爸爸妈妈他们挣了钱 来支付生活费 但如果这家人只有爸爸工作 妈妈不工作 我们就可以说 是爸爸一个人 在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开支 你注意到了吗 负担这个词的后面 一般加的是费用 比如负担学费 负担旅行的费用 我们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假设有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 他们约好了一起去旅行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应该由谁来负担旅行的开支呢 是应该由女孩子来负担旅行的开支 还是应该由男孩子来负担旅行的开支 又或者应该他们两个AA制 AA制的意思就是每个人负担自己那部分的开支 现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上学的学费变得越来越贵 很多家庭都在抱怨 他们说孩子的教育开支年年增长 我们真的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什么 负担不起孩子的教育费用 也就是指我们付不出这么多的钱的意思 负担这个词除了可以做动词以外 也可以做名词 比如某个人的工作负担 某个人的学习负担 某个人的经济负担 大家其实可以把负担替换成另外一个词 叫做压力 如果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中文课的朋友 是一位学生 我要问你 你的学业压力大吗 我也可以说 你的学习负担重吗 如果你是一位职场的白领 我就会问 你的工作压力大吗 你的工作负担重吗 你有很多工作吗 如果你刚刚买了房 或者买了车 从银行贷款了很多钱 我可能就会问你 你的经济压力大吗 你的经济负担重吗 表示你有足够的钱去还这些债务吗 如果你想访问视频下方的字幕文稿 请一定记得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现在我向大家展示 怎么样成为我们中文社区的会员呢 请大家用电脑登录YouTube频道 在主页上方 有一个加入按钮 点击加入 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仅会每周收到不同主题的词汇卡 以及可以访问视频下方的汉字书写练习 以及视频字幕文稿 作为社区会员 你还有权利访问不同主题词汇卡的讲解视频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中文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提问 这是一个付费项目 每月是6.99欧元 没有问题后就可以点击加入 现在进入支付页面 完成支付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了 最后要感谢大家的观看 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